爆炸火光后 四五个铝窗炸飞掉落 车子差点被砸中 另外这间冰浪坛女电员正在忙着包冰浪 突然碰一声爆炸震碎整片玻璃 四射飞弹 威力强大 女电员整个人往后弹飞 就是有在放烟火 第二声的时候就是玻璃破掉 整个就飞进去 然后就吓到 然后吓到之后就赶快打电话叫我们老板过来 爆炸声响不断传出金纸铺熊熊大火猛窜 农烟烈烟一度被认为是春雷作响 更有人以为是被轰炸 那个声音很大 我真的一次以为是中共打过来 结果是隔壁这样 就突然发生到爆竹这样 对 家里全火了 民众住家监视器还有行车记录器 拍下金纸铺爆炸大火瞬间 每一幕都令人震撼 绝对新闻戴秋荣最后报道 好可以看到这一炸不但令人震撼 也让附近的陈州国小 本来今天要举办90周年的校庆 现在也紧急取消了 主要就是因为爆炸威力相当的惊人 整个学校玻璃都被炸碎了 冷气机也被炸歪 现场校园的最新情况 我们连线给记者林柏瑜带我们来了解 柏瑜 主播昨天五股精止工厂爆炸的意外 这爆炸威力到底有多强 我们来到陈州国小 可以看到满地都是玻璃碎片 而且昨天的震波是把这个门窗 整个已经震到歪曲扭曲变形了 而且门窗上面的冷气机呢 也是被震飞整个是掉了下来 那昨天校长呢 晚上的时候是坐在办公室里面办公的 来听听看他的访问 那个就是被砸碎那个玻璃刺中 然后人就因为瞬间我们也不晓得 所以都会几针 防了两针因为很深 所以昨天的血液比较多 还流的比较多 好我们可以听到昨天晚上呢 校长是在办公室里面办公筹备今天的原油会 没有想到突然蹦的一声 本来以为是放鞭炮还是打雷什么的 没想到呢门窗整个玻璃整个破裂 突然射出来 画上他的那个右额头 满脸都是血 最后还是缝了两针 包大爱以后才没有大爱 不过还好呢 当时在学校里面排演的小朋友跟家长都没有受伤 以上最新的年纪报告 我们先把镜头时间交换棚内 好我们可以看到真的是很恐怖 整个这个校庆不但没有办法如期举行 而且校园真的是炸得乱七八糟 好转化的心情我们带你来看一下 现在